哇 煎咯 最后我们就给少许的芝麻 然后葱花 哈喽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集比较特别 好史有新事发了 今天我们的材料非常简单 好史已经是做好了 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首先我们就把它浸泡 隔夜,放在饼厨里面浸泡隔夜 然后去蒸45分钟 45分钟它已经是够软了 那么如果你要更软的话 可以再蒸久一点 然后我们准备一条的日本青瓜 然后一根的葱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日本青瓜 改一改 改到它每一块都平均的 大小 之后我们就可以 直接把它排到盘上 然后葱花 我们有鸡肉就切鸡肉 好,之后呢我们就来调一个酱汁 今天我是采用了这个 鸡豆的茶鱼味造烧酱 这个我们给2汤匙 然后2汤匙这个好史汁 再给1汤匙的花料酒 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给点油下去 之后呢我们慢慢把好史放上去 煎到好史有一点这样的微焦叻 现在就ok了啦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酱汁 好,这里我们宝石大火收拾 哇 煎咯 好,可以啦 之后呢我们就给少许的芝麻 然后葱花 不需要太多 照烧好史完成 好,那么这个好史呢 它就有本身的鲜味跟咸味 配上这个阿基多茶鱼味照烧酱啊 真的是绝配 那当我们吃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配着那个青瓜一起吃 如果是当然是好史的呢 它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 那喜欢这道好史的新吃法 记得把这个video分享出去收藏起来